讲得好啊 什么是一端呢 一念就是一端 你们诸位细心就想想 就像我们看电影 这个电影的 这个胶卷一样 这个胶带 胶带里面是幻灯片 一格一格的 每一个都不一样 没有两张是相同的 镜头一打开 这一张放出去了 这身 再把镜头关起来了 换一张了 它就灭 张张都有生灭 只是它速度快了 一秒钟 这个镜头开关24次 也就是说 这个幻灯片呢 换了24张了 我们在荧幕上看到 好像是连续的 其实不是的 是一张一张的 那特别明显的呢 现在我们看动画 卡通的动画 你一看就晓得了 它原来是一张一张画的 没有两张是一样的 这个加上分端生 这个生灭 讲生灭的时候 大家就好懂 实际生灭跟生死是一个意思 分端的生灭 第二种呢 叫变异生灭 变异生灭不太好懂 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 今年上一年级 一年级念完了 明年生到二年级 一年级念了 二年级生了 这种叫变异 还是这个人 程度不一样了 所以两种生死 我们肉身 两种生灭都有 两种生灭都有 灵魂呢 灵魂没有 没有分端 分端生灭没有 便亦有 灵魂是迷人 它一旦觉悟了 它就不再六道了 它就超越六道了 六道里面的 就变成了舍法界了 那个不是分端生死 是变异生死 那么从舍法界 升温法界 提升到原觉法界 是一次变异 原觉法界提升到菩萨法界 又是一个变异 从菩萨法界 再升到佛法界 又是一个变异 它不是分端 它是变异 不断向上提升 但是它是一个变异的 那就是一个变异的 帮忙